我刘刃昌刚刚录制064单元 这个单元我还录制的不错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间控制在9分24秒 那你录制影片就是这样子 不要超过 绝对不要超过那个10分钟 最好就89分钟 那现在是那个11月16日 9点59分 当然不能讲太多废话 浪费时间 那我们现在就是继续 就是刚刚的那个做到这边的进度 然后我们要按计算 就没东西可以做计算 所以我们要就是继续要有就是那个程式 程式码 那这个要有这个程式码的话 那我们还是一样 为了要增加那个学习的那个效果 当然这效果应该讲效率 效率跟效果不一样 效果是说你有能力很强 效率的话也就是说学得很快 当然我就学得快的话 当然就学得不精了 那我们就是那个要加上第11周的内容 那11周的话就是在原来 有没有这个第10周的刚刚第10周的那个11周 有没有11周刚是在这边下载 下载这一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在那个第11周加上那个JavaScript区段 区段就是这一个JavaScript区段 那习惯上大家你就是这样的反白一下呢 然后呢滑鼠往下 然后按Shift键 然后呢就是复制 复制 复制的话呢就是到你刚刚那个程式码的区段 程式码的区段 然后好了补上去好了 然后等一下同学还是要补上去 这个是Body B-O-D-Y 这个是Body 然后那个Body有开始就要有结束 有开始就要有结束 然后那个后面的话呢 就是Body的结束 等一下 这个同学没有给你们看到 不行 这个后面的话呢 就是Body的结束 那所以呢 Body之前是什么东西 Body之前就是头 所以这边就是要有一个Head的结束 Head的结束 当然你是因为你是在Google上面写 你没写这些东西 他不会说你错 因为他就是预设的比较有弹性 这边就是Head 反正就是Head通常是有两个东西 然后一个就是Style 这个Style 我们就Style一直从这边开始这边结束 Style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放JavaSquip JavaSquip 其实JavaSquip也可以放在最后面 然后我们给他 放在那个 放在最后面好了 放在最后面 应该可以 因为反正因为就是说 他设计的很有弹性 然后这样方便大家阅读 就是这边有没有 我给他这个Squip的结束 他这边就是Squip的开始 可是这边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边就漏写了 我看一下 等一下同学自己打 就是你弄到这边的话 就是说在Buddy的结束之前 你要输出这个结果 输出这个结果 这个内自己打好了 可以知道没有出现 等一下 我在这边把它放小一点 就是来打 这边我滑鼠弄到这边来 可以 那我要 诶怎么会没有出现呢 等一下 因为那个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 可是这个就是很讨厌 可能就是会错 那我先更新一下好了 更新一下 然后那个先来看一下结果 那你要做计算 现在就可以做计算 第一期假设你三块钱 然后每年拿回一块一块一块 因为我还要另外两行才对 就是那个要写 那这个要写的方法 因为我这边输出结果 我没有写 那我就是要输出什么东西 就是要输出这三个东西 我先把它抠上来好了 就是复制 复制 然后给它就是贴在这边 这边就是说你要把东西 就是那个输出到这边 这边来 然后输出到这边来的话 那我们一样就是使用这个三个P 反正等一下就是按照我的步骤 就是Document 三个P 然后呢 三个P 三个P 就是总共有三个P 然后这个P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第一个叫做ID等于 然后呢 等于 然后呢 这些东西都是JavaScript的指令 这些都是JavaScript的指令 我现在不是JavaScript 我现在是什么东西 HTML 所以你呢 全部删掉 删掉 像这边一样 就是那个 好 这全都删掉了 全都删掉 那我 所以我就是再讲一次 这个呢 你是使用大于 大于这个叫做角 叫角 英文叫做角 也要取掉 可是名字呢 因为我是使用一样的 所以你不用改 好 然后那个前面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样 有没有 等于IDP的ID 对不对 就是说把这个HTML HTML 然后呢 JavaScript 归JavaScript 我这边从JavaScript 扣过来东西呢 我回来的话呢 就是要转换到那个 HTML的指令 指令 就这样子 可是呢 够不够 还不够 来我们就是干嘛 举一反三 这边不是有个P吗 好 所以我们也给他干嘛 P 好 就是结束 好 结束 好 那前面呢 我看一下 还要不要写什么东西 先不要写好了 好 先不要写好了 那这个就是叫做 执行次数 好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 然后就是 好 不然写在这边补充好了 然后呢 好 输出 输出 好 然后那个 好 那个 包 内部报酬率 好 报酬率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线 近线值 好 然后第三个呢 是叫做 回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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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他一个帽 好 然后那就把它做更新 好 更新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边刚刚的结果 我们就会干嘛 这边你不是在这边吗 这个距离吗 我们要重新读取一下 刚刚输出的结果就出现了 回圈 这个回圈的回 不对了 应该是回转的回了 回 这个回 所以我们要更新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执行看看 现在就假设 我现在就是蹲脚三块钱 第一年拿回一块钱 第二年拿回一块钱 第三年呢 拿回那个四 两块钱 这报酬率是多少 那你就按一下报酬率 报酬率还蛮高的 总共是那个0.13 这么多 算出来这个近线值是 已经够金了 就是这样 总共执行了20次 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那个没有拿回两块 两块钱 不到两块钱 假设就是只有那个1.5 1.5 然后我们把这个两个数字抄下来 刚刚是多少 13.94 对不对 13.94 那现在我们来再执行一次 这时候是多少 就7.5% 7.5% 7.5% 13.94 那这边就是7.5% 就是0.75 有没有 那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再讲 是10的负七次胖 1的负七 然后就10的负七次胖 然后为了要对照这个那个结果 同学呢 同学呢 把那个Excel 打开来 我把那个Excel 打开来 这个叫Excel 把它打开来 那我们来对照一下 我们那个执行自己写程式之间 当然是老师写的程式 然后同学就是也趁这个机会 也跟着我来学 那我现在就把Excel打开来 然后呢 那个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算的东西 跟Excel的那个软体算的 对不对 有没有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第一期是3 然后那是1 1 然后那是2 3 1 可是那Excel的规定就是说 你第一期咬的钱要用写程式负 负 然后那我们就来算它那个内部报酬率 它内部报酬率 我这边写好了 内部报酬率 那英文叫做 In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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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L Rater of Return Return 所以它的命令呢 就是等于IRR 然后它就会提示你IRR 然后呢 你直接就是这边 数万一下 对不对 对 跟我们那个计算的那个结果一模一样 当然我们当然是13.97% 那个是 可是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常用数值 有没有再多几位一定是一样 那个我们用数值好了 这样比较 然后那给它四位 确定 对不对 就13.94 对不对 就13.94 那我现在那如果是改成是1.5的话 1.5的话 好 就是说 也一模一样 有没有看到这一模一样 那我们把这个数字 所以同学学到这边的话呢 就开始应该要有成就感 就干嘛 我也有能力 写这个 那个城市内做金融计算 当然这个叫做数值分析 我把它多一点 给它七位好了 你看一下 0.0755 有没有看到 7551479 你看都一模一样 有没有看到 就是0.0751479 那如果说呢 改成是那个 这是暴利 有没有 有24%的报酬率 有没有 2455429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是不是2455429 这个城市 只要改一下 就是2455429 第一年 第三年 就是说如果有没有 拿到3的话 就是1.523 好 那我们计算一下 有没有看到2455 好 那这样子 同学这边先练习一下 等一下呢 我们就是要干嘛 要了解这个那个程式 程式 像这个是输出 然后等等等等的 反正就对应过来 好 那坐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就开始要去 干嘛 了解程式 还要干嘛 化流程图 这当然是比较 那个复杂一点 然后就是if else 做了很多决策判断 然后呢 还有这边有什么东西 回圈 然后等等的 我们就要去了解它 像这两个什么意思 这个是and 当然这个max 当然就知道了 max是数学 我们用数学的 当然这个绝对值很简单 好 那我们同学 就是现在就自己去做练习